我是台灣香蕉研究所所長邱祝英 我們的香蕉研究所是在屏東縣的九如香 我們的機關是文明世界 但是在台灣卻很少人知道 那今天的在這裡華山展場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第一個 我們在華山園區種植了非常多的鮮石礁跟觀賞礁 那就是讓台北市的以及遊客等等 來了解我們的整個台灣香蕉的一些品種 或者是觀賞礁 那我們的展場內呢 我們還有很多的包括我們歷史文物 包括民國五六十年代清果社 他們有製作了一些金杯 還有一些金盤金碗呢 這個我相信這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歷史故事 我是百元之百的交融子弟 從小靠香蕉長大 我父母親都從事香蕉 從小在香蕉園長大 香蕉園裡面活動 然後靠香蕉賺錢成長到今天 所以我對香蕉抱著回饋的心情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開始 利用大家的力量 然後今天這個機會 能夠把香蕉推展 讓更多人知道 增加更多它的價值 《軟件石》 我們有提供的徒刀 現在的安全性 那還是難度 小靠川 小靠川 有新闻玩 小靠川 有新闻玩 是 叫 的 祝福 有新闻轉